那我们在复盘开始之前啊 先问一下这个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每天在这个时候就一直等一回老师的啊 在这里每天等一回老师的发一个666 同时看一下您左上角的关注按钮有没有点了一下 一定要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按钮 同时屏幕上的赞啊 就戳着一回老师的脸以及使劲戳 把赞也帮咱们点起来 所以说左上角的关注按钮点一下 每天在这里等待一回老师的发一个666 我们马上开始一回老师的复盘 那你看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那也想请一回老师啊 今天我们就不是做全天的复盘 做本周的一个复盘吧 本周的行情走势树立一下 好的啊 其实整体市场啊 在本周啊 形成的是周一周二弱势啊 周三呢 有一个跳空缺口啊 形成了一个震荡上行啊 当然受制于六市均线的压力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昨天呢 跌幅剧前 今天呢 是一个低开之后的震荡走高线的行情啊 其实如果说 我们在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假设 我们就先看上证指数吧 这个K线旧图 这个假设是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把周三盖掉 对吧 就没有这个K线 把这两个K线挪下来 我们发现的是什么呢 其实也就是市场 从这一天开始啊 形成的是一个区间震荡 对不对 跟周三没什么大的关系 而且量能发现没有 它并没有随着整个时间的推移 形成一个量价其升 反而是什么 整体而言量能是足迹的萎缩 对不对啊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先看一下 在上周一的时候 整体是万亿的成要计额 当时是一个普涨格局 证券板块领涨对吧 包括我们看到周三的时候 也是突破了万亿 但是我们所说的成色 并没有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增加 反而是什么 证券板块有一定的红息效应 好了 在本周的时候 我们看到也就是周三的时候 接近于万亿水平 9900亿嘛 没有达到万亿 那么形成的是什么 整体的板块效应并不强 好 周四昨天是一个普跌 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分市结构图啊 从今天分市结构图上 整体走出一个低开之后的 弱势震荡的格局 当然在下的时候才真正站上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粉颜色线 就多数个股是以反弹为主 这是上证指数啊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 深层指目前来讲的话 上涨达到0.26% 也就是比上证指数多 以及我们再看一下 创业板指在这个位置啊 昨天是领跌的 今天上涨达到0.43% 对不对啊 还有我们在近期看空的什么 科创50指数啊 对不对啊 那么今天整体而言 达到0.46%的一个涨幅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而言 涨幅榜之前的 首先是科创50 再次是创业板指 然后再是生成指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有上证指数了 那么昨天整体而言市场 我们看到领跌的是谁 领跌的是创业板指 科创50 生成指 同时呢 上润指数跌幅是最小的 那么今天整体反攻的时候 我们看没看到 形成一个放量上涨 昨天形成的是什么 缩量打跌 那今天形成的是什么 又是一个缩量反弹 仔细听一下 这里面的意味发现没有 量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再看一下日线结构图 我们把本周的行情 我们再给大家捋一下 为什么要捋一下呢 也就是周三的放量 9900亿 是为什么 是由于整体的 美国十月份CPI数据 是低于市场预期 3.2% 所以说整个全球市场反弹 那么好 周四按正常说 也应该延续反弹吧 中概股在周四的前一个交易日 也就周三的晚间 达到3.2%的上涨 昨天其实美股啊 是一个涨跌不一 但中概股大跌2%以上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为什么形成低开 也就这个原因 所以说发现没有 就是整体市场放量 仔细听一下 咱们先说量 这一天的放量 上周一 包括在这一天放量 以及在本周三的放量 是什么因素所导致的 一定要仔细听一下 很关键 是不是由于政策因素所导致的 或者说海外市场的消息 所导致的 在上周一的时候 形成的是什么 证监会支持头部券商 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 把整体的券商 是什么 做优做强 打造一流的头的银行 对不对 这一条消息 那这条消息 是不是在整体的金融会议之后 形成一个大的政策利好消息 所以说改观了市场的资金面 一定要听清楚 就是政策来讲的话 是从这一天开始 就上周一开始 改观了资金面 对吧 万亿之上的水平 好了 在这一天又形成了一个什么 直接的一个扑涨格局 但这个扑涨含金量不高 没有形成大金融 大科技 大消费的 上涨 包括在这一天 我们看到 也就周三的时候 其实含金量更低 为什么 也是消息的刺激 但是刚才我强的一点是什么 量能并没有随着 时间形成一个延长 反而量能逐渐的放大 对不对 也就是什么 仔细听 很关键 这一次触发 回补跳空缺口 触发 接近上阵指数的六十均线 是在于什么 消息 对吧 不管是政策面的消息也好 包括海外市场消息也好 那么没有消息的情况下 反而是什么 市场是在一个均衡震荡 一个情况下 这是上阵指数 一定要仔细听一下 消息是决定上阵指数 包括下一周 我们很多投资说 下一周会不会改观整体市场 形成一个单边的上行 或者说触底反弹 这个其实我并不认同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的原因就是 下一周有什么消息能够落地 对吧 那么大的利好消息 对吧 尤其是券商 包括我们看到 整体而言 美国的CPI数据都已经低于市场预期了 这么大的好的消息 也就是12月份 不会加息 对吧 加息的概率等于0.03%了 对吧 不加息的概率达到99.97% 所以说这么棒的利好消息的情况下 今天也就是本周行情 都没有形成一个大幅的上涨 后面还有什么消息 我不知道 房地产消息是不是近期也是持续的落地 关于地方型的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再看这是政策面 那么从整体而言 我们再看一下资金面 资金面 我们所说的改观是从什么时间改观的 咱们再仔细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研究一下 这轮行情反弹是什么 原因反弹的 上涨是什么原因上涨的 以及为什么横盘 刚才我们强调放量一定是有消息 不管是我们的内部的政策因素 还是什么 以及海外因素的一个消息面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我们强调上周一的时候 仔细听啊 这就是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不是光研究指标 也不是光研究我们所说的整体的时间窗口 而是要政策和消息面要结合 你看这一次来讲的话 10月24号惠金的二次入手 重磅利好消息 对吧 好了整体而言是什么 社保资金入市保险资金入市 包括一系列的消息都开始支持什么 整体的一个震荡反弹 但是发现没有 量没有形成一个随着指数的一个上行 反而量看一下 这两天周三和周四缩量 为什么 就是整体的这个消息 它有利好消息 也就是整个这一次的反弹 是由谁来支撑的 国家队 对不对 也就是刚才我们强调 惠金 社保 还有什么 包括保险资金 这些国家队进场 外资在这个2923年底部 可没有大局买入啊 我跟大家讲一下 11月份以来 整体还是一个流出的状态 为什么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目前的北向资金 11月份的整月子 一看一下 我把这个拉到这儿 也就是11月份开始到今天为主 11月16号流出多少 23.61亿 今天是11月17号 到昨天是多少 23.61亿 今天又增加了21亿流出 说明什么 整个目前从1号开始到17号 流出了超过43亿 明白吗 也就是外资并没有流入 而那次来讲的话 仅仅是国家队入手 同时我们看到这一次放量 是在于什么 整体而言 金融工作会议之后 那么在券商的带领下 整体有一定的量能的改观 结果呢 我们看到 经过一周左右的时间 指数横盘震荡 量没有形成反弹 那么为什么我说市场的指数 自己听一下 我这个逻辑就很明确了 如果说咱们抛开本周三次 咱们仔细看一下 我把这个本周三六四均线这块 给它盖住 我给它盖住了 这根阴线 好了 我认为下一周 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 要想形成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向上突破这个区间 我告诉大家 必须得干什么 放量 所以说我们目前关注的是放量 放量的因素在于什么 一定有大的政策利好消息的落地 以及必须有外资和内资的合力 才会改观这一波行情 和指标没有关系 一定要听清楚 和什么金叉呀 和什么贝离呀 和所谓的这些30分钟图 60分钟图没有关系 因为你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才能够真正的形成市场合力 然后指数才会形成一个 共振的反弹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 我把指数这块讲得非常清楚 这是上阵指数 好 我们再看一下科创50 为什么我重点强调科创50 我坚定不看好的原因 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其实和技术分析 有没有绝对的关系 其实也有 但是我认为是一个相对的关系 咱们可以看一下科创50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指数可没有形成一个大幅下跌 我所说的是上阵指数 但是科创50在昨天可是领跌的 对不对呀 那好了我们看到在昨天领跌的情况下 那今天这个反弹 它今天是领涨 那今天这个领涨有没有放量 没有放量啊 仔细看一下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形成的是一个什么 仔细听 是一个很明确的缩量 它昨天的量要比今天的量要大 如果它是一个底部确诊 或者说60均线性支撑 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增量 但是没有 今天反而是相比缩量 所以说我认为今天它这个反弹 也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因为昨天跌多了 包括创业板指 一定要仔细听一下 六连因之后终于有一根阳线看似 好像是一个转世的线 但是你发现创业板指这个位置量 也是一个缩量 它不是增量啊 包括我们看一下生成值啊 生成值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形成增量 也没有 对不对啊 以及我们再看一下 整体从板块的运行逻辑上 那么今天涨榜局限度都是什么 包括概念性板块都是什么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上一周啊 通讯设备板块是零涨的 对不对 那么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零涨 你看通讯设备反而是什么 一个增量 那同时来讲的话 在周三和周四形成短暂高点之后 回落 回落之后你可以发现没有 它的底部是一个什么 重心上移量 它没有形成一个很明显的缩量 这也就说明什么 TS TMT板块 它会不会有持续性 这种是有大概率事件 这是其一 其二 还是我们再讲一下半导体板块 半导体板块在今天早盘的时候 是形成什么 一个平开之后的震荡性行情 没有形成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 好了 我们重点讲了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我再次强调一下 对于整体的半导体而言 现在就是一个四浪的高点 已经临近了 或者是已经出现了 后期我认为会连续形成一个震荡回落 不要关注半导体板块 包括科创50 我的明确观点 以及创业版纸 我认为会创新低 那这个低点 我们所说的就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等待这个整体的585点 到这个位置低点的连线处 目前我们不看 为什么一个关键的因素 一定要仔细听一下 很核心 也就整个目前的市场 是不是增量资金 刚才我们先说的是量 是不是增量 不是增量 你既然不是增量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只说我们强调 这轮行情的历史性低点 是在2923点 我们可以说全网 使用我们MBM证券服务频道 在10月19号的时候 我们就给大家信心 给大家方向 给大家整体的见底的时间 这可以说我们是创造了历史 这其二 就是我们很多图者关心的说 证券板块这个位置怎么来看 那你就仔细看一下吧 那证券在这个位置 它起到的是什么 跌它是小跌 涨它可是大涨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目前讲话 今天有没有涨了证券板块 涨了0.31%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啊 我看一下咱们这个直播间啊 咱们一定要 所有在关注证券板块的图的者 我建议大家打一个888 好吧 我看一下咱们直播间 有多少人还关注证券板块 对吧 因为咱们很多人都是说 陈证券 陈证券 天天讲证券 那我得看 咱们到底有多少人 关注证券 咱打个888吧 咱们现在重点讲 证券板块啊 咱们打888 我看了一下 目前我们的点赞量 才1.4万赞 能不能到3万赞 咱们到3万赞 然后咱们打888 3万赞啊 咱们点点赞吧 因为我看到直播间 这赞太少了 是不是啊 今天早上我和彭飞老师 其实是唇枪舌战 对不对 我站在的是一个 咱们所说金融强国 这个角度 我谈到的是什么 我们证券的发展 而不是站在一个现状 一定要记住 证券板块 你要看的是什么 金融强国 它不是金融强路 或者是什么啊 好 我们现在是21000赞 感谢感谢啊 好 那么我再次讲一下证券 我们在昨天讲证券的时候 着重强调的是什么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啊 昨天我们讲证券的时候 讲到了证券的基因 它的基因是什么 推土基石的上涨 自己看啊 在这个位置形成第一点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强谈过 它如果说到这个位置 它就不会回补 7月25号跳红缺口 没有回补吧 这是第一个缺口 那第一个缺口 从我们技术上来讲 叫做突破性缺口 那么第二个缺口 很多人都认为要回补 那其实我有点乐一乐了 为什么 因为不会回补了 它这个位置 当时讲的叫什么 活跃资本市场提振 头脱的基金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好了 在这块已经升华了 叫金融强国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整体从活跃资本市场 到国的概念 它能可能回补缺口吗 不可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要告诉大家 机构的成本区就在这 那你看这个位置缩量 它怎么可能说 所有的这些机构 都在这进场吗 不可能 所以说上周一在这个位置 就是它进场的二次进场点 或者说目前仍然是 它的一个进场点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定调什么 第三点 也就是它就会走出一个推土机 先涨横盘 再涨 再横盘 再涨 我告诉大家 下周仍有新高 自己听一下 然后再横盘再涨 所以说逐渐的会把这个上方的缺口 回补也好 或者说这个整体的8月28号这个高点 这个不是高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不是高点 这个位置仅仅是一个情绪的高点 真正我告诉大家 其实对于证券指数而言 压力位在哪呢 其实是在这儿 1962 我认为未来而言 其实要突破1962 当然我们短期就看 1592点能够突破 好 我们再反观上证指数啊 那么反观上证指数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筹码分布给大家带一下 在上周一的时候啊 突破了回补缺口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3057点 是不是由证券所带领的 包括在周三 是不是由于证券所带领的 接近于60均线 好了 今天是不是有证券 整体的声音所带来的什么 指跌气温 所以说啊 我再次强调一下 上证指数的这个位置 告诉大家 为什么横盘震荡的核心是在于什么 消化这边的套牢筹码区 仔细看一下 我们把筹码分布给大家放下 在这个区间啊 就在这个区间 是有大量的套牢筹码区 那好了 我想问问 如果说下一周 要能够形成一个止跌气温 直接的上去 它得消化这么多的这个套牢筹码区 它得需要多大利好消息 此一天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几个点的核心 第一个点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每一次放量上涨 都是有政策利好消息的落地之后 或者是海外消息 有预期之后才会形成了放量上涨 这是其一其二 大的背景是在 大的背景是在金融工作会议之后 整体从上周一开始 量能维持在八千亿以上 对不对 不管是上万亿也好 或者说是九千九百亿也好 都是维持在八千亿 今天虽然说缩量了 但是我们看到 今天仍然是八千二百六十六亿 所以说明下周应该是 下一周我们仍然要关注量 这个量很重要 它是决定是否能够突破 强势上涨的观点 但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刚才我们强调 要么就有政策利好 要么就海外市场传出消息 只有这一条 没有别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板块轮动 本周其实我一定要强调 本周有没有核心主线 没有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看到周三 整体上涨的是什么 也就是所说的这些 锂电池的光伏的 对不对 包括什么这些的 涨了之后 你看一下 昨天又跌幅剧前 对不对 你看昨天涨幅榜剧前的是什么 传媒娱乐教育这些的 你看在这个前一个交易日 周三又跌幅剧前 你看昨天还涨幅剧前的 今天好像又跌幅剧前 你看昨天跌幅剧前的半导体 今天又涨幅剧前 你会发现什么 没有一个板块 好像特别明确的强势上涨 所以说对于下一周行情 我认为是一个横向震荡 我们仍然积极关注政权板块 是这样